大家好 今次就是因為我看到有一個post 有人說在大草原找到幾棵紅葉樹 就說這是一個隱世的打卡位 所以今次我打算帶大家去實測 究竟這個是不是值得去的地方 這個位其實就是煤窩旁邊的十朗 那個位其實會有環水道去到 所以搭船如果在芝麻灣落的話 大概走十幾分鐘就會到 而且平路不需要上山 很容易就去到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不是每一班船都會到芝麻灣 所以就要留意一下 踏橫水道人就14元 狗仔更貴一元要15元 我們看到連這個混菜和麵包都要付錢 我們一會兒就應該沿著這個海邊走回去煤窩了 我們現在就已經下了芝麻灣了 現在我們就會向這個方法宇的懲教署那邊走進去 走到進來這裡就會找到這個 如果是家屬來到懲教署探親友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在這裡等 他好像對比上次來裝修了一些 好像有一點點不同了 我們上次走老人山的時候 都有經過過這一頭 那時候就好像沒有這麼白的屋頂 大家可以看我那條片 那現在裡面有些裝修工程的聲音 我懷疑可能他打算把它翻新了之後 就有別的用途 上到這個位置就會見到一個分岔路 那這邊就會去老人山 而這次我們就會轉上去走 這裡懲教署雖然方法已很久 不過不知為何 他髒得來 但是看上去有點新的感覺 因為其實他某處的牆 其實還是很乾淨 而且那個油的色依然是很亮麗的 有一點點詭異 來到這裡進去其實都有兩個選擇 一邊就是去貝奧 一邊就是我們想走去的煤窩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點不要走錯了 煤窩來這裡的船程 差不多用了20分鐘 不過跟我們搭同一班船 在煤窩前我們一個站 下了船的兩個外國人 他們就踩單車 然後剛剛他就在我們後面經過了 他已經由煤窩這麼快踩到這裡了 我們在沿途走的時候 都找到一些很漂亮的房子 然後好像這間一樣 其實他就在海邊 所以他算是有一個自己的私人沙灘 如果我們沿著這條馬路走的話 就可以一直走到十郎沖口 這個位置的石屋也挺特別的 因為他全部的石牆都好像很舊 不過他就翻身了 還有加了一些鋁窗在裡面 我們剛才就下了去 以為可以下到沙灘 誰知道原來他有一個很深的水 所以是越過不了的 因為我看到下面有一條小橋 所以我們就嘗試走這邊 去那裡拍照先 幸好我們有來到這條橋看看 因為原來我們要找的紅葉就在那裡了 在這個大草原 就已經找到幾棵紅葉樹了 雖然只有幾棵 不過我想我們都可以試用這個攝影角度 去令到他好像很多一樣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棵特別紅 有些就轉了黃 然後又有些綠 就未變紅 我想也是關於 因為我們近來這個香港的天氣 非常反覆 有熱又冷 所以都不可以一起轉 這片草地一邊走 都很多牛 所以大家小心點 不要阻礙他們 還有這裡其實我看到 中間就是大草地 旁邊那些樹有一些都是紅色的 我們就可以去再找多些紅色的樹 這裡好像有油 不過它就有點灰灰的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就看了一則新聞 它就說十朗沖口這裡的牛 突然蓄意傷害他們 所以在牛的身上 就找到很多子彈的洞 其實我剛才真的細心看 這隻牛 它在隔底的位置 只有兩個子彈洞 其實這個環境 就應該是人和動物共存 因為其實人都是動物的一種 所以我就覺得不應該這樣傷害他 應該是體現這個大草地 然後就去小橋的方向走 就沿著海走 就是這條橋 過了這條橋 就有兩個分岔口 我們就要選沿著海邊那條走 經過了十朗鄉公所之後 這裡就有個分岔路 上去就是公廁 我們就會直走 依然沿著海邊走就可以了 這裡就會去到橫塘 在這麼荒蕪的位置 什麼都沒有的路中間 政府竟然放了兩張椅子 在這裡給人欣賞風景和休息 我們現在下來了這個石灘 不知道有什麼 不過因為剛才在走那條小路的時候 看下來 看到它的石灘是紅紅的色 也挺特別的 這裡的紅石頭上面 都佈滿了很多蠔殼 那個位置已經在芝麻灣碼頭 就是剛才下船的地方 我們這樣繞著一個框 我們再繞出去一個框 就會去到梅窩碼頭 這條路就很簡單了 其實都沒有什麼很危險的很滑的路 主要都是這條很平的路 而且都是鋪好了 所以如果是來郊遊的話 走到這裡也很輕鬆的 來到這個位置 就已經有個路牌 指著這條路去梅窩 其實兩條路都是雙通的 不過如果走這條路 就不用經過別人的條村 直接方便一點 這個這麼小的沙灘仔 真的挺乾淨 去的沙 我覺得沙真的OK的 而且海景 是看到周圍的島 所以都挺特別的 經過沙灘之後 我們現在就向著牛股灣出發了 來到這個位置就是牛股灣 其實這裡已經是我們的旅程 差不多過了一半一點 剛才我們來的時候 看到一隻狗被人綁在欄杆裡 然後周圍的人 就說牠是一隻走失的狗 牠是一隻唐狗 來的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就聽到上面屋裡 又是叫狗的名字 應該像是 所以我們現在 可能覺得牠遺失了一隻狗 現在就上去跟牠說 其實就是前面的阿叔 原來牠說牠那隻狗 是類似放養的樣子 真的被牠到處走 但是很可憐 牠走到那邊 那些人以為牠走失 所以綁著牠 然後牠就回不了家 那隻狗 剛剛就有一個應該的鄰居 幫牠拖牠一隻狗回來 因為牠認得是牠那隻狗 現在我們就出來了牛股灣的沙灘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很多 這些很深 和很大的牛的腳印在這裡 然後經過了 有一個類似梯田的地方之後 就會找到這個山間 我們就要穿過這個山間 然後走上山一點 然後走上山一點 剛才我們走這條路 有點猶豫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以為 這個全條路 都會是一些鋪好的路 但是剛才那些 就有一些是泥路 沙路 那樣 所以才會覺得有點奇怪 走到這個位置 就會見到一個路牌 指向這個位置 就是去梅窩的 這邊其實還有一條路 但是就是上貝奧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不要走錯 我們現在接駁回這個鳳凰境的十二段 就會出梅窩了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梅窩在下面了 我想我們走到大概七分鐘左右 就會到的 因為這裡也是下山的路 我們現在已經下山了 我們就會走回梅窩中間的碼頭 那些位置去找東西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繼續走鳳凰境 其實第一段就是去南山 都是比較容易的路 這次我們的路線介紹 就是這麼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才能夠拍到這邊 我們可以先找這一條片 Vou來看看 我們在大陸發 這條片 我們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